永远不要停止思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宇宙视觉 宇宙如此之大 即使在我们可观测的范围内 也有超过一千亿个星系 而每个星系又有数千亿颗恒星 每颗恒星又有数颗行星 即使生命是较为偶然的存在 我们也应该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 为什么我们却从未发现 外星人究竟在哪呢 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 1950年由著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提出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搜索宇宙的时候 我们看似到处开花 期望全面的结果 但开的花实际只是非常狭小的范围内 哪里能保证丰硕的收获呢 过去60多年里 全球已建立了多个City组织 包括最近两年大出风头的 由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和亿万富罗米纳尔 还有已故物理学家霍金创建的突破灵拼计划 一直在寻找外星智慧文明发来的信号 一些项目扫描整个天空 希望偶然能够撞到大运 一些则直接对准某个恒星系 希望能够搜索到它们泄露到太空里的无限信号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以无功而返 除了1977年收到的著名蛙信号 然而也仅此一次 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像某个外星人在许多光年外发现了我们的存在 刚刚吃惊地哇了一声 就被身边的外星同事捂住了嘴巴说 噓 小心 黑暗森林 于是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科学家们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杰森·赖特和舒布·汉姆卡诺迪亚 对此非常困惑 他们一起开发了一个数学模型 建立了一个围绕地球 直进约33000光年的宇宙干草堆 选择了潜在信号的频率范围 传输带宽 偏正和调制信号重复率 搜索灵敏度以及空间三维等八个维度 并对每一个维度设置合理的限制 来定量分析目前我们对宇宙干草堆的搜索情况 结果表明这个宇宙干草堆的总容量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4后边带115个0 而我们已经搜索过的范围有多大呢 所有赛T项目加起来 只有干草堆体积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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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这相当于我们被囚禁在地球上仅仅5厘米大小的空间里 却期望发现一只屁股发光的美丽萤火虫 怎么看也不像能够成功的样子呀 是不是相当的泄气 相当的无力 但卡诺迪亚认为这反而是一个机会 因为现代望远镜已经越来越强大 在扫描更多物体时已经变得更加敏捷 比如今年澳大利亚的莫奇森广角阵列改进后 只需进行150分钟的搜索 就比历史上所有搜寻地外文明项目所覆盖的干草堆面积都要大 所以虽然现在只有5厘米 但科技发展将使这个搜索范围呈指数级扩大 那只美屁股的萤火虫最终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当我们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广阔时 或许我们就会发现 咦 怎么到处都是美屁股的萤火虫呢 美国宇航局9月26到28日 在休斯敦举办了NASA技术特征研讨会 探索寻找外星智慧文明的新方法 卡诺迪亚就此进行了发言 这项研究将发表在天文学杂志上